男子接连猥亵两名男室友 竟然还不知道这是犯罪 他作为惯犯经常将室友灌罪后 钻进他们的被窝 让醒来的受害者哭得撕心裂肺 那么这些受害者到底遭遇了什么 最后嫌疑人会得到怎样的惩罚呢 时间2016年4月 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这天有两名男人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他们都是一家保安公司的员工 其中沉身是保安警律 另外一个跟在沉身后面哭哭啼啼的男生名叫谢平 他就是这件案子中的受害人之一 此时谢平刚进入这家保安公司没多久 并且还是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小伙 不知出何原因 谢平从进入派出所那一个一句话都不说 只是一边捂着屁股一边抹着眼泪 在民警的追问之下 谢平才小声的说怀疑自己被违接了 但民警听完也是一脸震惊 敢这么多年的警察 还第一次见这种事情发生在男人身上 不过谢平说完这句话之后 情绪更加崩溃 对这件事情的发生的细节闭口不谈 民警只能从沉身那里大概了解事情经过 据沉身的描述 当天早上他接到了保安班长曹东的电话 说谢平情绪很不对 让他赶紧来一趟 于是沉身火急火燎的就赶了过来 据曹东所描述 早上他去查岗时发现 谢平没有在岗位上 所以就来到宿舍中查看谢平的情况 踏入宿舍的那一步 他就闻到了奇怪的味道 然后就看到谢平在床上蒙着被子哭泣 无论是怎么问谢平都不愿多说 这才联系了沉身让他来看看 看到经理的到来 谢平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些 并说怀疑自己在昨夜被猥亵了 而他说出那个怀疑对象时 无论是沉身还是曹东都不敢相信 因为这个人就是谢平的保安队长刘彪 据谢平所说 自己是一个人住在宿舍中 但是第二天早上刘彪却出现在了他的床上 还跟他睡在了一个被窝里 而在沉身的印象中 刘彪是一名退役军人 无论是处事风格还是对员工的管理都做得很懂 难道刘彪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 在熟悉了所有案情之后 民警决定先去现场走访调查 从而确定刘彪是否真的有作案协议 但没曾想走的这一遭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受害人 这名受害人名叫秦宜 他跟警方说刘彪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就在当年三月份他就受到过刘彪的侵犯 当时他刚来公司两个月被分到了刘彪手底下 刘彪以吃饭拉近感情的民意邀请他一起吃饭 毕竟自己出来乍到就没好意思拒绝 在饭局上秦毅感觉喝多了就去睡觉 但没想到在他刚睡下没多久刘彪就进来宿舍中 还挤进了秦毅的被窝邀请他看小电影 秦毅本能地表示了拒绝但又太贵 只能假装地观看 而刘彪在这期间却在被窝里伸出了毒手 并且趁秦毅熟睡时做了不轨之事 直到秦毅第二天苏醒才察觉到自己真操不保 但他却因为感觉太丢人选择了忍气吞声 从那之后刘彪做得越来越过活 不仅多次找到秦毅还当面威胁他不许报警 不然就将他辞退 而秦毅出于心中的恐慌就一直没对外说过这件事 听到这里的民警也确信刘彪有作案的协议 并对谢平的住所进行了调查 果然不出所料 在谢平的宿舍的床上 民警发现了一摊不明液体 经过取样分析以及谢平与秦毅的口供 刘彪被正式却认为了犯罪嫌疑人 随即警方就开始发起对刘彪的抓捕工作 经过警方严密的部署 没多久刘彪就被抓捕归案 经过民警的调查取证 确实发现了刘彪的内裤上有可疑的痕迹 而刘彪面对警方也没有任何隐瞒 从头到尾的将事实告诉了警方 民警听的也是一愣一愣的 而刘彪的下一句话 更是直接颠覆了民警的三观 根据对刘彪的审讯 他认为自己这样的行为并不算是反对 因为之前他不止一次的对其他男性做出过这种事 秦毅就是其中一个 而他对谢平使用的手段和对秦毅如出一辙 在2016年4月20日晚上 当时在宿舍中只有刘彪 谢平和曹东三人 刘彪当场提出要在下班后做饭喝酒 谢平和曹东也表示了同物 因为谢平刚步入社会中酒量很差 所以刘彪当晚喝的是白酒 谢平和曹东两人喝的都是皮 饭局刚开始没一会儿 曹东就以明天由早班为由先行离场睡觉 之后刘彪就开始对酒桌上谨慎的谢平劝酒 此刻谢平也由啤酒换成了白酒 没一会儿谢平就被灌得烂醉 摇摇晃晃的就回到宿舍中睡觉 而这恰巧中了刘彪的吓坏 在谢平刚回去睡觉没多久 刘彪就摸摸索索的到了谢平的床前 在确认谢平已经熟睡后 刘彪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并且开始脱谢平身上的衣服 谢平被突如其来的动静给弄醒了 但是他睁眼看到是队长刘彪后就放心了 还特别配合的脱了衣服 但是没想到刘彪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谢平的身上 之后刘彪就挤进了谢平的被窝 趁着谢平熟睡之时对他进行了侵犯 直到第二天谢平苏醒看到身边躺着的刘彪 再加上下体莫名的疼痛 他这才知道这次丢人丢大了 想不到一个刚刚步入青春年华的 他就遇见这种事 因为谢平心中十分刻硬 连上班的动力都没有 所以当天他并没有出勤缩在被窝里痛苦 知道曹东发现谢平不在岗位上 所以才会来宿舍中找谢平 在发现谢平的一样举动后 就联系了保安经理陈深 在陈深的开导之下 谢平才稍微克服了心中的恐惧 跟着他去派出索报了警 那么刘彪到底是为什么要对同行做这种事情 经过警方的审问调查 这个问题也逐渐有了眉目 原来刘彪当年已经35岁了还是孤身一人 从小性格比较孤僻学习成绩也很意外 后来考上了大专还去了军队磨练性子 在从军队退役之后 刘彪也到了谈婚论第二个年 家里面催促十分要紧 但是因为刘彪自身性格原因 一直都没有找到女朋友 直到刘彪35岁时再也受不了家里的劳动 独自一人来到了苏州打工 并且在招聘软件上看到了一家保安公司 抱着失一式的态度 他投递的简历 后来出于保安公司方面的考虑 认为刘彪不仅是退役军人出身 家庭背景也很干净 所以就将其录用 事实证明公司没有选错人 在工作中的刘彪尽职尽责 还将军事化管理用在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公司方面的领导对刘彪的工作十分满意 于是在半年后就被公司任命为了某保安队长 手底下也管有七个人 其中就不乏有刚进入社会中的年轻人 谢平和秦毅就身在其中 因为刘彪喜欢喝酒 所以他经常以吃饭喝酒 拉进感情的名义邀请队员 又因为自己的一些特殊癖好 经常会骚扰队员 而秦毅就最先尝到了骨头 后来因为秦毅的忍让 让刘彪的胆子越来越大 并且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恰巧此时谢平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谢平总是喜欢和几个男的待在一起 给了刘彪一种 谢平是他们圈子里的人的错觉 所以就开始进一步试探 并且再次顾及处置 用喝酒的名义约到了谢平 后来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所有的计划 直到谢平鼓起勇气选择了报警 才撕开了这个保安队长的丑陋面上 2016年7月5日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根据刘彪的说法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他自认为不违法的情况下才做的 但是刘彪正好碰到了一个好时候 在2015年11月 正好对相关法律进行了完善 所以刘彪对同性做这种行为 依然属于违法行为 在2016年7月15日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作出判决 最终刘彪被判处 两年09个月有期 刘彪对此表示服判且不上诉 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尊严的权利 如果遭到了骚扰 不论男女都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同时也告诫各位男同胞 出门在外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压力